其实我主要还是冲着这道菜来的 腰杆核草 冲着名 它味道就差不了 据说他家的腰杆核草是成都天花般级别的 一家开了有35年的老从屋传家馆 今天快来了 那这个有一个腰杆核草 这个先出名了 然后再来一个小份的圆子汤 对 然后再来个鸡蛋 这是小份的丸子汤 十个丸子好像是小份的 有这么大一碗 厉害了厉害了 炒菜要等一会先喝汤 也没给汤完哦 就直接这么喝好 还忘了喝的 是辣一个碗的 嗯 好吃 可以说是实惠 味道又好 这么一大份还是小份的 十个丸子这么一大碗汤 这一碗汤 这一碗汤也算大的 这么大一个 味道 比我们这还都是不错的 好吃 鲜肚肉 主要还是冲着这道菜来的 腰肝河草 有腰 有肝 有肝 小腰 小肝 冲着名 它味道就差不了 但是目前来说 看这个样子 已经闻这个味道啊 不是很辣 而且据说它下的腰肝河草 是成都天眼花饭级别的 所以这个鲜肝做的 因为我们现在就吃过了 好 鲜肝河 面团 一些鱼肝河 啤鱼肝河 鱼肝河 都没有用 鱼肝河 入到鱼肝河 绍鱼肝河 鱼肝河 腰啊 肝啊 非常嫩 而且不是很辣 这个辣度基本上95%以上的人应该都能接受 很嫩 而且里面好像有一点那个 泡椒的那个感觉啊 特别好吃 口味不是特别重 对了 这个量突然看上去没有那么大哦 但是也不贵 这一份28 棒棒棒棒棒棒棒